重新社记者提问,我们注意到今年以来低空经济的热度不减,首次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,发改委也提出要打造低空经济等新的增长引擎,那么想请问低空经济当前的发展态势如何,今年还将出台哪些配套的措施? 当前的话,我国发展低空经济已经具备了有较好的基础,概括的讲了有三个有,第一个有是有政策,我有关部门围绕的话飞行活动,审批程序优化,还有空域分类的话画设,无人机,神明登记等制度的话,等方面的话,出台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 第二个有是有基础,近几年的话,各地加强低空飞行基础设施建设,2023年底,全国已经建成并登记的通用机场有449个,飞行服务站有32个,因地质疑,它拓展的话,低空经济发展场景 前不久,深圳珠海,这个成绩的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跨越海湾,完成的话就成绩飞行,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第三个有是有能力,我国低空飞行器呈现的话,就这两年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特别是信息通信,北斗导航,高精导航等新技术广泛应用 一些企业自动驾驶技术不断进步,都为低空经济发展的话,提供了技术支撑 同时,我们也要看到,我国低空经济发展,总体上能处于起步阶段 在强化顶层设计,提升安全监管能力,健全完善基础设施和基础规则制度体系 还有的话就培育市场新业态等方面,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下一步,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与有关部门协调配合 坚持稳中囚禁,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以市场需求为牵引,以技术创新为驱动 以空域开放为保障 推动形成产景丰富多元,供给智慧高效 监管安全规范的低空经济健康发展良好局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